我要打十个 看来是真的 据传言 1996年9月 甄子丹和女友万启文 来到了兰桂坊酒吧 为朋友请生 万启文生得靓丽 被数十个地痞流氓骚扰 甄子丹怒吼一声大打出手 将八人放倒在地 只是他不知道 打这一场价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因为这几个人不知一般的地痞 他们的老大是香港三大黑帮之一 水房的作馆人 在水房帮是元老级别的大老 甄子丹情急之下 只能求朋友引荐 14K大佬陈慧敏出手相救 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当年甄子丹在拍摄金武门的时候 认识了万启文 俩人很快就擦出了火花 9月的一天 甄子丹和万启文 受邀去兰桂坊参加朋友的生日会 当时的甄子丹才33岁 可以说意气风发 体力精力 都是巅峰时期 香港有句话叫 舒奇的嘴 万启文的腿 当时的万启文也才26岁 叫好的容貌 加上一双大长腿 让他成为酒吧最闪亮的风暴中心 众多男子趁机多看两眼 但碍于甄子丹一身腱子肉 没人敢上前 当晚甄子丹和万启文喝到净兴时 纷纷向舞池跳舞 万启文一走到舞池 周文的混混炸开了锅 有几个胆子大的 开始吹着口哨 朝万启文走来 先是言语调戏 后来开始故意和万启文发生肢体接触 一旁的甄子丹 先是站在万启文的身边 一忍不吭 只是用犀利的眼光 狠狠地看着小混混 那时候的甄子丹名气并不大 只是会功夫的小明星 一群小混混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对万启文越来越过分 直到万启文尖叫了一声 甄子丹闪电般地冲到他身前 九主离得最近的混混 一拳打得对方后退两三步 同一个帮配的小混混看到同伴被打 纷纷围了过来 七八个人把甄子丹包在中间 甄子丹的个子不高 但是从小习武 气势强大 舞池里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躲得远远的 就剩下这八九人了 围着甄子丹的几人狠狠地朝他打过来 甄子丹的武术不是白练的 几个回合 拳打脚踢就打怕了五六个 剩下的几个看着甄子丹这么能打 连忙搀扶着同伴逃离了现场 酒吧里响起掌声 这一幕像极了盖世英雄救出公主的场景 万启文对甄子丹更加清新 在后来和朋友说起此事时 万启文言语中充满骄傲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甄子丹 也声明非甄子丹不嫁 甄子丹保护了万启文 赢得了所有人的喝彩 但事情远没有就这样结束 被打的那八人不是一般的街头混混 他们是水房的成员 大哥是水房帮中的一位 叔父级别的画室人 被打的小弟回到帮派 告诉了自己大哥这件事情 帮派大哥种义气 看到自己的小弟这么惨 就让他们带着兄弟 找甄子丹讨要说法 一群人浩浩荡荡 来到甄子丹拍摄的现场 点名要甄子丹 本来他想冲出去 大不了就是一场血拼 但身边的朋友拉住了他 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混混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那群人今天见不到甄子丹 明天还来聘场赌他 时间一长 剧组也没办法开工 甄子丹这才开始慌了 后来还是朋友吕良伟 建议甄子丹去找14K的 双花红棍陈慧敏帮忙 陈慧敏是14K帮派 最后一位双花红棍 地位已经是元老级了 不管是道上的哪个帮派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那时候陈慧敏除了是帮派中的大佬 还会偶尔出演电影 也认识很多娱乐圈的人 当年刘嘉玲被绑架 就是陈慧敏出面 要毁了刘嘉玲的照片 并且将几个绑匪送进了监狱 甄子丹和陈慧敏从未谋面 吕良伟送佛送道西 当中间人让甄子丹和陈慧敏见了面 就这样 没有吕良伟的面子 陈慧敏也是不会出面的 陈慧敏和吕良伟是在拍摄 颇好的时候认识的 剧中陈慧敏饰演吕良伟的干爹 两人也将父子情绪延续到了戏外 听了干儿子的来意 陈慧敏思考一番 才同意帮甄子丹这个忙 陈慧敏直接到水房 找到那位大佬 讲述了当晚发生的事情 也说了一番好话 陈慧敏年轻气盛 不懂事之类的 由于是自家小弟有粗在先 水房大哥也就给了陈慧敏这个面子 陈慧敏摆下和解酒 宴请陈慧敏和水房大佬 并且支付了几位伤员的医药费 这样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或许也是因为这件事 当记者采访陈慧敏 如何评价陈慧敏的功夫时 陈慧敏才会如此评价陈慧敏 陈慧敏也不会见怪 毕竟陈慧敏有恩于他 自己也不能小气 归根究底 当时没有背景的香港艺人 路并不好走 好在如今早已经不是 那个打打杀杀的江湖了 曾经门声三千的大佬 像是一部黑帮电影编年史 见证过几十年的风雨飘摇 如今也已经双臂斑白 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也终于成了宇宙最强 成就了一代宗师夜问 至今江湖流传的事情真真假假 早就无法判断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曾子丹不仅老婆漂亮 岳母也十分年轻 小姨子还嫁给了百姨富豪 说到功夫巨星曾子丹 许多人都会想到她漂亮的老婆 曾子丹如今的妻子汪诗诗 是她的第二任的妻子 汪诗诗是模特出身 比曾子丹还高 身材非常火辣 不过许多人不知道 其实汪诗诗的母亲 也就是真子丹的岳母 还有汪诗诗的妹妹 其实更加漂亮 汪远苑最终跟玩具大王 蔡志明的儿子蔡嘉赞走到了一起 蔡嘉赞毕业于美国名校 之后就回到了香港 开始学习做生意 蔡嘉赞的父亲蔡志明 是香港有名的百姨富豪 控制了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蓄日国际 可以说蔡志明的身家 完全被低估了 另外蔡志明在香港 投资了大量的不动产 拥有写字楼 商场 商铺 停车场等数十座 一年单单是租金的收入 就超过了十亿 蔡志明估计手里 这些不动产的市值 就超过了四百亿了 另外蔡志明还是上市公司 家兆业的大股东之一 另外他在香港 还有控制两三家上市公司 另外蔡志明 还是香港有名的马主 其实拥有十几匹的名马 这些名马一匹 就价值几千万了 可见蔡志明的财富不简单 目前香港豪门二代 跟三代里面还单身的 其实也没多少了 很多优秀的 基本都结婚了 剩下的很多 都是人品不太好的 这个蔡家赞 难得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蔡家赞不仅仅多金 而且长得非常帅气 关键是人品非常好 蔡家赞这么有钱 还这么帅 但是却毫无非闻 蔡家赞在外面 从来不乱来 每天除了陪着太太跟子女们 就是去公司工作 可以说汪远运的命 真的好 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家庭 还有姐姐跟名模 姐夫是功夫巨星 现在丈夫还这么帅 跟有钱 关键是公公对子女这么好 汪远运嫁给蔡家赞的时候 公公蔡志明就拿出了七个亿 给他们举办婚礼 当时在香港会展中心 几乎香港的政要富豪名流都来了 结婚之后 汪远运已经为蔡家赞生了三个孩子 之前怀孕之后 汪远运曾经一度非常肥胖 不过即使如此 蔡家赞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绯闻 蔡家赞可以说是绝世好男人 当然蔡家赞现在这个样子 跟她童年一个事情有关系 蔡家赞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上面还有三个姐姐 但是她很小的时候 她的二姐曾经在她的面前烧炭自杀了 当时蔡家赞的父亲蔡志明 跟女明星陈妙英走到了一起 当时蔡志明深深爱上了 年轻漂亮的陈妙英 一度想跟妻子离婚 然后去娶陈妙英 为了这个事情 蔡志明的妻子非常生气 而蔡家赞及姐弟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蔡家赞的二姐 更是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有一天蔡家赞放学之后回家 她去了二姐的房间 结果却发现二姐在里面烧炭自杀了 当时的那个画面对于蔡家赞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个事情 蔡家赞的母亲才决定稀释宁人 接受了陈妙英 但是她要求陈妙英跟蔡志明不能生育 也不能有公开的名分 不过从此之后 蔡志明常常带着妻子跟陈妙英 一起出现各种活动 也许被媒体看成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个事情对于蔡家赞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她从小就认为男人不能风流 以此长大之后 她才会成为一个如此正气的男人 蔡家赞是家里的独子 未来家族数百亿的资产 肯定是蔡家赞一个人继承的 汪云那命也真的是太好了 小时候有富豪父母照顾 出道之后有姐夫跟姐姐照顾 如今则有百亿富豪丈夫的照顾 真的命太好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